三分钟教大家用手中普通的手机 把自己视频前录的画剪成一段非常紧凑的视频 今天这一期我又接着前面的加字幕和美画之后 讲第三讲就是怎样做这个视频的剪辑 那很多人会说我坐在这个视频前面讲很多的话 但是话之间可能会有停顿 或者说可能忘记词了 可能要低头看下词 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口才不够 所以就没有天赋来做这个自媒体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自媒体很多东西都是剪辑剪出来的 那我先按照惯例用这个手机给自己录三段话 中间我故意给他留下很多的停顿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博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这里我停顿一下 我是浙江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攻的方向是阿尔茨海毛病 好我们这里再停顿一下 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我教大家几个预防老年痴呆的好方法 好的这里我们再停顿一下 你自己有哪些要讲的 你可以把它记在一张纸上 然后一次讲一段 讲完了就把它给暂停 那这样子构成十几段 然后我们再一次性把十几段 一起给剪成一个视频 好的我们还是用这个剪映APP 我们先打开它 然后开始创作 我刚才呢录了三段话 我把它依次导进去 一二三 然后点添加 好这个时候呢就进去视频了 我们接下来第一步 点文字 识别字幕 先把字幕识别出来 到时候剪辑呢会更加方便一些 那如果听过上两讲的视频 还有一步是点剪辑 这里有一个美化 还可以呢在瘦脸啊 还是美白啊什么的 那今天呢就先不做了 好刚刚已经剪出来了 我们点文字啊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剪出来的这个字幕都已经有了 剪辑的话具体剪哪一些呢 主要就是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掉 你看这两个地方 它之间本来是有一段的 好然后我们呢就这样 点住这个地方 先点住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黄色的是字 这里有一个分割 有个分割 你点一下分割 好这一段的空的就出来了 然后呢你就选中这一段空的地方 点删除 好字呢就凑齐了 你看就会紧凑很多 好的然后我我可以再详细一点 你看这里是大家好 我是罗西西博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其实第一段就讲到这里过 那后面的我都可以删掉 点分割 点分割 那这里可以删掉 删掉了啊 然后我是这张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攻方向是阿尔茨海毛病 也就是老年痴呆 那好我们这里停顿一下 这句也是没有必要的 点住 按分割 好这一段就出来了 可以点击删掉 好又缩短了 然后这个呢是可以拉长拉宽的 如果说它太窄了 你用两个指头给它拉宽 就会更好剪一点 好你看这里前面是空的 我们点点注分割 好把这一段给丢掉 好到这里后面也是没有用的话 因为我文字可以初步阅览的 还有种剪辑方法呢 就摁住这一端 直接推过来 好就消掉了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剪辑后的这一个作品 好的 大家现在是不是觉得这几句话之间就非常的顺畅 那你相同的录十几段话呢 也是可以通过先识别文字 再一点点剪出来 然后最终点这个导出 这十几段事情 或者三到四段视频呢 就会合成为一个文件 总之呢我的视频一般刚拿过来 我就先做这三步 第一步呢是先产生文字 第二步呢是美化视频 第三步呢是做剪辑 就把前后的一些废话都给卡掉 在后面的视频中呢 我会跟大家再讲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比如说怎么加速 怎么加一些特效 那这样子呢 差不多一个访谈式的这种口播的视频怎么制作 大家应该就都了解了 好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一个赞支持一下 因为这一系列的视频 点赞的人特别的少 所以播放量特别的不好 好的我们下期视频见